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冠 老冠 我本来以为 那个小马童可以和我一起 抗击打野 老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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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你醒了 医生 杰叔 我爸醒了 来人啊 医生 我爸醒了 你们快看看 杰叔 你赶紧去找到元帅 跟他说我爹醒了 这还别干啥事 大小姐 今天早上有人劫狱 薛力群没保证 被打死了 是元帅干的 我不知道 你现在别管他了 先管好关先生吧 那他人呢 下落不明 万一不是他干的呢 至少物件薰布房 没有抓他 帅子 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你哭大家笑 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笑大家哭 所以生和死没有那么可怕 我给你交代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让我笑着死去 我的灵魂忠于我的祖国 所以死是我对祖国最大的忠诚 你会因为我的死被大家误解 甚至仇视 这些委屈 你要承受得起 你才能成为 不引人瞩目的怒火判官 才能带领你的伙伴 在上海滩 点着正义的怒火 书写街头的审判 是 师父 据你的观察 薛丽琴和什么人 都管他吗 从着火到他死 他一直没和任何人说过话 不过我还是发现很多 很奇怪的东西 但是至于为什么奇怪 说实话 我也说不太清楚 阁下 看来确实是共产党监狱 你确定是共产党吗 不是共产党的话 谁会这么不要命 难道他们修凭这个 不管怎么样 他们只要来监狱 就说明 共产党没有拿到 薛丽琴留下的备份 计划纲要 就是安全的 那么你认为 袁帅现在在干什么 不知道 马上去找到他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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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呢 刚才还在这儿啊 要是有人来问他 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你说他加班加了一小 现在还在睡觉呢 明白 哪儿啊 他还在睡觉呢 还在睡觉呢 还在睡觉呢 他还在睡觉呢 是吧 好伤害了 我安我了 绝对可靠 人就在里边睡觉呢 不信您可以下去看啊 我早就说过 元帅一个人 是不可能接狱的 可世元阁下就是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你们先从黑灯阁下回去吧 我头有点疼不舒服 扔丫 destiny 这就是全国生产品 小的 小的就是去给公主买个早餐 公主不至于在这儿 顾后小的吧 不至于 哎呀 小的回来晚了 小的有罪 公主是想先用油条呢 还是先用油饼啊 油饼吧 要不 还是先来袁帅吧 帅子说他 今天会给我们个准信 到现在都没来 我心里不踏实 这劫狱 他又不是小孩去过家去 他不是在绞尽脑子这想啊想啊 可事到如今 如果咱们硬要去劫狱的话 弄不好真会把薛树害死的 这点他不会不知道的 是啊 薛树 哥 你 你怎么了 怎么了 哥 你怎么了 你说话呀 你有事说事你报我干嘛呀 薛树 薛树没了 哥 你把薛树说清楚 原也不是去走动了吗 不至于这么快就处决呀 听别人说 今天早上有人去劫狱 薛树被泡城 被砸死了 海域 谁劫狱呀 谁去劫狱啊 我听说就一个人监狱 我听说就一个人监狱 一个人 一个人 不会是帅子吧 不会是他 一定不是他 他 他跟我说好了 肯定不是他 我去找他 明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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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子 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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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死了 你 你知道吗 劫狱的那个人 就是我 这些人 我继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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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你有什么权利害死迅速 帅子 你昨天晚上跟我说 今天给我的答复就是这个吗 孙高 你要去救人 你好歹带上我们 总不是让宣术死吧 对不起宣术 对不起宣术 谢谢大家 滚 滚 一两个月没看见你 没想到在这碰见 试试 你帅 你是个杀人凶手 轩哥 咱怎么跟小宁交代呀 帅子 你到底在瞒我们什么你说呀 你告诉我们呀 如果你不说 我们是不会跟杀死宣术的人 当兄弟的 你说话呀 你说 没什么可说的 你回去 你怎么这样了 你是干吗呀 你有本事再开一枪 出脑袋打 没你哥 你早死了 你咱俩都说什么了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我爸行吗 千万别看傻伤 要是知道袁也在门口啊 要是知道袁也在门口啊 我就不打袁帅了 完了 你说这有什么用啊 现在关键问题是 他会不会把这些事 告诉日本人 还没有听到 是 是 不安爽救了我 可想 袁帅昨晚在马会上一班 直到今早 还在值班室里休息 没有做案的时间 另外 火箭的事情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十四级组装的 不是鞭炮厂埋的 结论 属下认为 这是一起共党特工 为了营救薛里群 而实施的计划 目的就是为了获得 雪里群藏匿的计划干扰副本 但是 他们的营救失败了 计划干扰副本 他们永远不可能再拿到 可以向中野将军汇报了 阁下还在顾虑什么吗 袁也在哪里 袁也跟我调查完之后 就回家了 说是头疼 袁也头疼 那他的鼻子是嗅到了 别的味道 让人来到匸匙 装当尼故 走 你来干什么 我来给你送饭 你不知道外面都是特务和鬼子啊 知道啊 那你还来 别吃油条了 我给你带菜了 好好吃顿饭 你别开灯 我也不想吃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难受 但是你必须振作起来 你想想 你师父 他如果不是一早就想到了结果 他也不会把那块表布给你了 你现在能做的 就是办好他对你的嘱托 这才是对他的最好的高位 办好 我怎么办 外面二十四小时都在监视着我 我能干什么呀 你现在能干的 只有一件事 什么 震作起来 先好好出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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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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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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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世界 烧了我五家父子 五家父子啊 这到底是谁干的 我也不知道啊 会不会是官家 我也不知道啊 烧之前都自打了 烧帮主 军人 烧帮主 你光看这个 五家店子 每个大门上画个笔 一个头啊 汉官 来 南市下河界 西市米亚路 一共有五家烟馆 在同一时间被人纵火焚烧 我们的损失 先不要说损失 说说你的判断 是吗 属下以为 不是官家所为 因为官家的实力 仅限于法宿界之内 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 到东市 西市 还有南市纵火 那会不会是元帅呢 也不大可能 第一 今晚他的确在家里 和官爽在一起 第二 他似乎还没有队伍 能够在五个地方 同时纵火 那就只有新四军了 是的 属下以为 是新四军 营救学历群不成 而采取的报复 我们这次的损失 实在是太大了 是新四军报复就好 为什么 报复就是宣泄 是绝望 说明他们就再也拿不到 计划纲要的备份了 不过阁下 属下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新四军 在每一个纵火的地方 都要留下 这样一副图案呢 判官 快点 来 来客機 快点 走 哥 你现在很开心是吧 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啊 你以为烧了一家烟馆 你就能拯救上海 就能拯救全中国了 爸 我劝你还自己 先拯救你自己 爸 我背影机 谁是判官 我怎么知道 对了 过两天薛叔的葬礼 我会全权负责 我会为薛叔准备一个 全上海派最隆重的葬礼 薛叔的葬礼 你就不用管了 办 这恐怕不太合适了 再怎么说 我也是薛叔的女婿 应该由我来负责 谁认定你是 薛叔的女婿 我需要别人认定吗 那看来你是爸妈成了 那你先试试 你们和薛丽群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能把实际交给她 薛 薛叔是我们养父 是啊 求求您了 这户口本上真的没醒 别在这儿呢 都散了 这人都死了 不让收尸 不让入土医院 你们想干什么呀 怎么着 想捣乱啊 葬走 别别别 马轩官 不不不 你也知道 你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说这徒弟给师父收尸 这没说得过去吧 您就通了通了 实话告诉你 她的尸体已经不再长了 那 她尸体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 她女婿临走了 女婿 对啊 原野啊 我已经把尸体 让原野带走了 明白啊 散了吧 不是 我 老冠 终于睁开眼睛了 你睡这么久 吓死我了 老冠 你要说什么 你说 说出来 你 爸 爸 我爸 我爸醒了 但是他怎么不说话呢 这是脑溢血病人 苏醒后的通常情况 没关系 像关先生这样 能够苏醒已经是奇迹了 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高兴 那 那他以后会怎么样 这不好说 得看他的恢复情况 恢复的不好呢 只能这样躺一辈子了 大小姐 大小姐 这个时候 你可不能倒下 没事 大小姐 薛丽群的遗体 除了袁爷以外 任何人不能领 为什么 袁爷说 她是薛丽群的女婿 真够无耻的 这口气 我得帮袁领帅征回来 大小姐 我们还是 不要在乎这个事吧 薛丽群毕竟是共产党 而且就在昨晚 袁爷和日本人开的 五家鸦片店子 一夜之间被星司军 烧了个精光 况且 万先生现在躺在床上 我们不能再流血了 天天 天天 你不是薛叔的女婿 你凭什么冒冲 第一 我并没有冒冲 晓宁迟早会成为我太太的 第二 只有这样才能把薛叔的遗体 弄出来 别忘了 她可是共产党 那就劳烦你 把她的尸体拿出来之后 交给我们 你就不用管了 过河山桥啊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厚道了 樊大燕的葬首 没有资格抬我师父的尸体 更没有资格发丧 犹如英灵 好 好 只要你答应我两件事 我试试一下这件事 说 第一件 薛叔留下的东西放在哪儿了 第二 判官是谁 是 我说过 我不知道 宋客 大爷 请 你拿薛叔的尸体来要挟我 你还是个人吗 我有要挟你吗 我说的话你可也不信 秋秋跟小杰吧说的话 你总该信我 我们同意了 让她把尸体领走 并主持发丧 帅哥 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薛叔的尸体她搁不住啊 好 发丧那天小宁不在 你 你这个假女婿不好扶重 还是让帅子捧排位 毕竟她才是薛叔面前 磕够头的徒弟 名正言顺 不认识 你说我是答应呢 还是不答应呢 请你高抬贵手 那也请你抬抬手 在纪战和墓碑上写 序 那也请你抬抬手 在纪战和墓碑上写 序 序 那也请你抬抬手 原意 他妈 舍不得想你了 行 我不勉强你 你们都回去吧 我歇 我歇 你 你们的事儿 我同意了 你 你 子 你 你 我 你哪有 我 你哪有 你啊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让我哥说 别在心里该生病了 那有话好好说啊 别吵吵吵吵这姐姐朋友 你今天为什么 帮着害死薛叔的人说话 还让他捧着灵魏 那你想让原野捧着 薛叔的灵魏吗 那 那我也不想 那你想让谁啊 秋秋 还是您自己 原野指定不同意 哥 抓捕薛叔的不是帅子 开枪打死薛叔的 也不是帅子 是鬼子 这笔账咱们不能糊涂算啊 你们没有发现 今天我们看到的帅子 和平时的 有很大的不同吗 有什么不同啊 太不同了 平时帅子特别爷们儿 从来不糊 连今天眼块都湿了 用小媳妇去 命可以丢 面子不能丢 这才是他 帅子心里有狗 有他说不出的狗 也有他说了 没人听得过 没人听得过 那是什么卖着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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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长死了也对这架势了 远远的小册真下血本了 她是真喜欢婉萌啊 看来 小册把自己当女子了 谢谢 祖上三盆 起锅 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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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想说独华计划没有形怒 是的 你确定这个判官不是元帅 我确定 除了他没有作案时间和实力以外 元帅所做的一切都是我对他的测试 从目前来看 他只是薛力群的徒弟 不须贡献的 管秉毅书信了 知道吗 我知道 不过不用担心 他只是一只被摘掉胡胆的病毛 下面你什么打算 虽然我们的五家烟馆被消掉了 但是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 再开出五十家来 接下来该走第二步去 让延远的海河帮调除 彻底讲乱山河战 明白 同志元帮准备挂齐 海河帮挂齐了 这勤典都送过来了 海河帮就是他爸爸那个帮派 是啊 挂齐的帮主就是元帮 就是元帮 挂就挂吧 他迟早啊会给自己挂块破帆 不能挂啊 大小姐 大小姐 杰叔 你们好好想一想 这棋可不能挂啊 这小子手里有大量的鸦片 万一再把棋挂起来 就了不得了 他在上海滩能把上海滩的臭串 老鼠 屎和狼全都召集起来 他要是强大起来 再一动他就动不了了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杰叔 召集人马铲平海河帮 别别别别 大小姐 大小姐 你这一动他就动不了了 关先生现在这个样子 还是不要问江湖的好了 现在不是我当家吗 杰叔说得有道理 大小姐 现在关家没有理由 也没有动气跟他们干一家 那你就有理由 他 他是我弟弟 我是他哥 那你就不怕被群殴吗 大小姐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你要是提我收拾 我就不怕 你带把枪去 这怎么回事 不是 帖子都发出去了 各个堂口 寻补房 睡补局 一个不辣 今天是我话题 一个人都不来 这不看我笑话吗 我看一定是有人搞定的 情况查清楚了 是你大哥干的 他就不配姓鱼 他就不配做我大哥 就是 你放屁 你姓不姓鱼 你姓不姓鱼 我是不是你大哥 可不是你说的算的呀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么做 我就是在帮着官家 我是在帮你 你想想 无人喝彩的滋味 比横尸街头一臭万年好吧 请我大哥进去休息吧 请 关门歇业是最好的休息 如果你今天是来贺喜的 如果你今天是来贺喜的 我请你里面上座 可如果你是来教育我的 对不起 我没这个时间了 及时马上就到 我家挂棋了 挂棋 我今天来了这棋 你恐怕挂不成了吧 我今天来了这棋 你恐吓我 你现在胆子大得很 吓不死 狡兔死 走狗喷这个道理 你要是知道 会不会有一点害怕呢 就算我是走狗 你这个官家的教兔 也一定死在走狗的前边 骂狗热吐的 这大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有骂事好好谈 千万别生了和气啊 你说得对 谈谈吧 你这帮我 我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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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什么地方 你我阳子 我阳子 你这领导了 我阳子 你我阳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不是你撒野的地儿 也不是你出卖咱爸的地方 哥 你也是元宝山的儿子 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帮着 官家欺负你亲弟弟呢 因为咱们俩之间的血缘关系 其实我一直都在帮你 我想让你回头 但现在看来是我错了 你把亲情当成了挡箭派 别逼我 我也是元宝山的儿子 而且我是长子 那这挂起仪式 是不是应该我来主持啊 好 我真的跟你们一起玩 你看那我 好 我根本就没解决 你在哪里 哪里 你不想想想想想想走 你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